土耳其参议员戴维杜鲁、众议员奥斯托纳和艾兰 今天上午到行政院拜会了严副总统以后 十点半钟到达亚盟的时候 受到了理事长古正刚等人的热烈欢迎 古理事长说 中华民国和土耳其是亚洲东西的两大反共堡垒 戴维杜鲁三位议员的来访将有助于两国的反共合作 接着他们听取了亚盟和士盟的会晤简报 北京简报 并且和反共议师袁茂如等人举行了座谈